好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插播最新消息 NCC以年代综合台多次的违规 做出了撤照的决定 那么什么时候关台呢 NCC的说法是明年的元旦起 民进党团今天呼吁行政院 应该要撤销这个决议 不过NCC有了最新的回应 不管条件里面说 所播率40% 昨天我看到 有些电台在报告说 所播率40%非常高不合理 我告诉各位 所播率40% 是谁提出来的 是年代综合台 自己的承诺 在评鉴计划里面 他自己的承诺 并非本会自行强加上面 这一点要特别说明 他已经是 在高中或者在大学里面 被计三大过三小过 应该要被退学 可是我们当时觉得 说投资不易 员工权利 说是付的权利 所以再给他一次机会 希望他在一年内 不可以违反 第17条 跟第19家的 好 很显然的NCC 还维持他们原有的决定 那么继续呢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 在今天的晚报最新消息 今天的晚报头版头条呢 是这个之前 徐姓工程师过劳而死 现在看来翻案机会颇大 还有台大名医过劳 叶克摩经过三天救了回来 好 五都明天升格 员工就担心了 下个礼拜一 要该去哪里上班呢 这也是一个问题 好 针对今天